想要报复就得去美国 他们都说在中国已经没有希望了 要我出来好好闯一闯 自己没出息 全怪社会不给力 阿勇就是典型的蠢人一个 烂泥扶不上墙 还埋怨墙不够结实 非得跑到美国丢人现眼 当美国的看门狗 阿勇父母双亡 整天游手好闲 被舅舅蛊惑后 觉得自己在国内活得还不如国外的一条狗叔父 借了点钱就偷渡去了美国 到了才知道啥叫不如狗 阿勇在中餐馆工作 搬货 切菜 炒菜 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 命都要搭进厨房了 工资却只有1900 在美国人眼里 亚洲人天生奸诈 只会偷奸耍话 阿勇炸坏一根春卷老板 都会埋怨他是为了偷吃故意的 骂爹骂娘大半天 这都被人指着骂祖宗了 但凡有点自尊的中国人早不干了 阿勇却不甘心 这么灰头土脸的回去 当初费尽心思偷渡到美国 舌头那我先去南美 在花28个小时 飞到厄瓜多尔 一下飞机就给阿勇吓得不轻 这哪是飞机场啊 分明就是垃圾队 当时只有17岁的阿勇 说啥都要回国 可舌头却不停地吹 美国遍地都是黄金 就连空气都是甜的 捡垃圾的都能买别墅 一听这个 阿勇咬咬牙 跟上偷渡大部队 等到了美国本以为可以大战身手 结果却掉进了深渊 阿勇狗活厨房中 炒菜炒到土 一天从早到晚死命干 工资却只够活着 所以看到别人拿公卡 吃香的喝辣的时候 阿勇嫉妒的眼睛都红了 他直接把拿到公卡当做救赎 梦想着拿到公卡做办公室 轻轻松松粘入百万 拥有它就可以成为真正的美国人 在美国享受人上人的待遇 左拥右抱大美女 医保 驾照 好工作守到青睐 这就是阿勇梦想的公卡 听上去很扯对不对 但真的会有蠢人相信 跑到美国丢人显眼 大批这种人涌到美国 久而久之有了这么一种说法 华人比较精湛 人在家中坐 骂明天上来阿哲氏 想要获得公卡也不容易 没有一技之能的阿勇 盯上了一条见不得光的捷径 他没有信仰 却每周都坚持来教堂 一个月至少要来五次 尽管一年过去 教会的歌还不会唱 但阿勇已经混了个脸书 这是获得身份的巧办法 阿勇通过教会 顺利拿到别人好几年 都得不到的公卡 这种捷径 到底是聪明绝顶 还是自掘坟墓呢 此时的阿勇还在窃喜 笑得合不拢嘴 花了几个小时 从村上来纽约市里拿公卡 还没想好要做什么 反正就是不做餐馆 阿勇太迫切离开厨房了 来到美国这几年 出的汗都是由 他只本福建老乡开的工作介绍所 左看右看 又仔细盘问后大受打击 阿勇着实没有想到 即便是拿到公卡 他能做的不是切菜就是炒菜 此时阿勇才明白过来 之前嫌弃的中餐馆 竟然是唯一愿意 给他工作机会的地方 他非但没有感恩 反而嫌弃的要命 殊不知从日本韩国偷赌来的人 只能饿死 阿勇身上最值钱的事情 就是他是中国人 事已至此 阿勇不仅没有提升自己好好生活 反而在做死之路 狂奔不回头 是花在那个品牌上面 花的挺多的 但是还是喜欢那些 没办法控制不住 如果阿勇不说 估计谁都看不出 他身上这些衣服 都是美国名牌 放在国内买这些衣服的人 都得被称为富二代 而阿勇却是美国最底层的偷渡客 难道美国是活菩萨 一个中国偷渡客 竟然都能买名牌 你要是有这样的想法 那就太肤浅了 阿勇在美国中餐馆工作 一个月工资到手一千九 一分不攒 全都拿去买名牌 阿勇不爱美女 也不爱工作 就爱这些大牌子 没时间穿也得买 好像着了魔 仿佛穿上名牌 就跟真正的美国人一样 瞬间秒变上等人 可实际上 人家根本不拿正眼瞧你 身上没那气质 再贵的衣服穿在身上 也像假货 就是像阿勇这样一批又一批的蠢货 原付美国做白日梦 才会让中国人在海外丢尽了脸 其实阿勇完全可以拿这个钱 去提升自己 学点英文 再学点技术 融入社会后 新工作就会找上门 但他偏偏爱上了虚假的表面工作 觉得穿好看的衣服 就能改变命运 这样的想法真是愚蠢至极 中国从来不是偷奸耍花之人 能够成事的地方 阿勇好吃懒做 自然混不出名堂 可他即便是去了美国 被人疯狂戳几两股 仍然没有醒悟过来 还总想着耍小聪明走捷径 不仅害了自己 也害得中国人 在国外背上了奸诈的刻板印象 关注我 带你换个角度看世界